发布会刚开始 孙丽就开启了爆料模式 这第一个要爆料的 当然就是压榨了 剧组众人八个月之久的导演了 不过有了14年前 拍摄《郁观音》的经验后 孙丽显然对丁黑导演 吹毛球刺的性格 有了心理准备 但她还是忍不住 为工作人员们诉诉苦 你看前一段时间 跟我讲的 孙丽这样 我拍完这个戏 我白脸到我了 是我三十斤 她有一天真的带着泪花 跟我讲说 孙丽劝劝导演吧 我说怎么了 她就为了一个航拍镜头 我紧全部搭好了 她竟然让我在屋顶上种草 仅仅是一个根本 看不清细节的航拍镜头 导演也不可马虎 不愧是打磨八个月的 良心制作 说起来观众们可以留意一下 哪个屋顶 长着这B库工作人员的嫩草用 爆料完导演后 当然就轮到咱们的男主陈晓拉 不过孙丽这爆料者 怎么反而把话说得可怜巴巴的 真的在这戏里看完以后 我觉得很棒 但是戏里陪我踹 陪我打 有一次导演的记忆有一场戏吗 导演让我删他四十五万 而且是一条 不过嘛 都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戏里的孙丽对陈晓那是一言不合就开揍 但其实这伤害值都在戏外 还到了孙丽自己身上 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是 他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 你知道吗 打不坏 而且我每次打他我受伤 我一眼有一次我咬他 咬完之后 咬完之后我说我这腿那么疼 我的腿出血了 因为我想我腿出血了 但他手给摸着什么样子 不想让我一点牙印都没有 真的 眼看着孙丽爆料的起劲 何润东也不甘落后了 这波他自我爆料 这次与孙丽的合作是还债来了 我觉得这次合作比较温暖一点 因为我演绎完蛋了 他那个时候去观音的时候 我跟孙丽一起拍摄的时候 他的第一部戏 然后我又演一个后面很快一个人 和他耳光的联系 所以那个人其实我 演得非常的揪心 那我觉得这次不平的 我觉得就得出传了那个毛铁队 安心做完一个宅 所以这次就一直 尽量地去温暖他来迷雾 以后无论我去哪儿 我都把你带着 我看账 你帮我打扇盘 我谈生意 你帮我出主意 从郁观音到易敏阳光 再到如今那年华堪阅正元的第三次合作 何润东和孙丽其实已经是老搭档了 不过这次的孙丽 还是给了何润东新的惊喜 孙丽我都觉得 很会比较带兴这个戏笔 对 因为他这个不上 之前他那个戏笔比较关 他这个是很放的 对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找野文东的感觉 看来这八个月的相处 让剧组小伙伴们 都成了对方的最佳损友 瞧着你们戏万这么有话聊 有笑料 咱们也更加好奇 戏里的各种虐心纠葛 到底是如何呈现的呢 兄弟大线上海财富报道